8月3号 中国帆船环球航海第一人翟莫驾驶自己的帆船前往钓鱼岛海域 且微博称 最近距离钓鱼岛仅三海岭 另据朝日新闻报道 日本海保厅确认 当地时间8月2号下午4点15分左右 一艘船尾悬挂中国国企的帆船进入钓鱼岛海域十海岭 帆船最后在海上下下带有红旗的浮标 并于9点45分左右离开